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煮White Clam Linguini 或Linguini Bengali 中文就是蜆肉意粉 大概五個材料 蒜蓉、Parsley 意粉 蜆 白湯 還有Extra Virgin Olive Oil 其實為什麼這麼簡單呢 因為其實意大利粉越簡單越好吃 這個蜆已經有the scent of the ocean the taste of the ocean 所以我們不用太多材料 我們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浸好蜆 蜆裡面有沙 所以讓蜆套沙出來 我們要放在水裡 四個小時 然後我們要加點鹽 而鹽不可以是一粒粒的鹽 是要flake 因為這些是natural 蜆會覺得是在海中 會讓它套沙出來 我們首先要煮意大利粉 我們要買些Linguini 所以它是像 好像Spaghetti 但是扁扁的 這個就是要煮九分鐘 但是因為我們待會在鍋裡煮一下 所以我們會減三分鐘 所以六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大概煮三百克的Linguini Pasta 炸 煮意大利粉的時候 不要忘記 加點鹽 在水裡 蒜蓉是隨意的 所以我加四顆 因為我很喜歡吃蒜蓉 如果你喜歡很多糖 你會加很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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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加多糖 時間給它 很多意大利的Pasta都會融 因為它的味道很柔 所以不會搶走其他海鮮 或者肉的味道 但它也可以加點顏色 切很小的部分 這個 鬧鐘響響 意粉就可以了 OK 時間去煮的 蒜蓉 你可以很大方地加很多油 因為這個會是Pasta的Base Parsley 放在裡面 加點蒜蓉 我住在巴城的時候 很喜歡吃白蒜蓉 我有一次和前男朋友去一個省 叫做Maine 我發現一個餐廳叫做Street & Co 我第一次嘗嘗他們的Linguini Bongolet Oh my gosh 它是非常驚訝的 他們是用一個鍋子來服用你的 所以他們很開胃 那些意粉融合了那個汁的味道 但好像煮了十幾年 那個味道很強 那次是令我印象深刻 炒幾下 我們就可以加白酒 如果你們喜歡不加酒精 你可以用一些Cherry Tomatoes來煮 因為Cherry Tomatoes會加一些酸性 加一些酸性 去成道菜 那你要加大約半杯White Wine 你可以買一些Cooking Wine 或很便宜就可以了 放個蓋子 讓Clams煮一下幾分鐘 因為在網上找餐廳的時候 我是很喜歡找一些本地人 如果我是學煮意大利菜 我就會找一個意大利的廚師來教我做 你看看 快要開口了 很大的酒的味道 因為酒精會會蒸化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有太大的酒味 小朋友也可以吃 開了開了開了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關小火 把八成的蜆 拿他們的肉出來 兩成的蜆 放在旁邊 然後待會才會用 看看多大隻 我的天 還有這個在街市買40元一斤 所以這裡只是50元 真的很便宜 而且很划算 很燙 很燙 這幾個Clams 這麼久還沒開口 我給它一分鐘的機會 一分鐘後 好像開了 我以為開了 開了… 開了… 有時候要給這些小孩子機會 有些人是快成長 有些人是慢成長 要給這些機會 慢成長的小朋友 我們會加一些意粉 然後放進去 因為你想那些醬汁 融入在意大利粉裡面 我在網上看過 意大利的廚師 他用make love來形容 就是說你要 let the pasta make love to the clams to the sauce to the parsley to the garlic 加少少pasta water 那為什麼要加些pasta water 其實是因為它的pasta water 已經有那些starch 在這裡 in order for the pasta to soak in the juice of the clams and the olive oil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加些 parsley then我們可以加些黑椒 因為那些蜆已經很鹹 他們有一個ocean的海味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加些任何的鹽 嗯 這個pasta剛剛好 其實不用那麼有技巧地捲這個 可以隨便吃的 但是捲了漂亮一點 所以我想捲一點 這個是給隨便的人吃的 這個是給米芝蓮的 米芝蓮三星 Don't forget about the sauce the sauce is the best part It smells so good 很棒 試一下蜆 嗯 你看蜆的確沒有overcooked 而且很鮮 的味道 好像海的味道 試一下意大利粉 my favorite part 剛剛煮六分鐘 然後再煮是perfect的 幸好我沒有下鹽 因為那些蜆已經很足夠海水味 而且很足夠鹹度 所以everything is perfect Bon Appetit 好哦 見到可以了 你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